今天近中午的時候 台北車站的站前地下街 有商店街突然拉起封鎖線 請問是因為有新的群聚嗎 是否要針對地下街的商家造冊來篩檢 北車成品地下街K區以及站前地下街Z區都有人確診 為何只封閉成品地下街 站前地下街以及兩個地下街的連通道卻沒有關閉 是否會造成疫情的擴散 今天的地下街的部分要說明一下 站前地下街就是Z區它目前是一個確診 那成品地下街目前是兩個確診 所以我們認為成品地下街比較有群聚的風險 所以就這個部分我們會先請它靜置 然後請它先暫時停業 那站前地下街的部分目前是一個 所以我們按照九宮格的方式 先讓他們那個攤位先做處理 那連通道的部分 因為它是捷運的重要的出入口 那目前為止全面都做過清銷 那攤位的部分也會靜置 所以通道的部分應該 因為它兩邊的距離都相當大 相當寬果 而且它是重要的交通樞紐 我們這個部分會完整的每一天都做好清銷 提供的架庫 我們這個需要用到 谢谢大家